在我们广东 鲍鱼焖鸡是我们经常吃的一道特色家常菜 家里来客招呼客人非常有面子 剁好的鸡块放盐 白糖 生抽 料酒 生粉 用我的右手抓拌均匀腌制10分钟 再喷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新鲜的鲍鱼改上花刀方便入味 锅中油热 下浆蒜炒出香味 然后倒入腌好的鸡肉 铺平摊开 用中小火慢慢煎 煎至两面金黄焦香 再放入鲍鱼 淋上少许老抽 翻炒几分钟上色 再加入半碗长姜水 扣盖焖煮8分钟 最后撒上葱段增香即可 这样做的鲍鱼焖鸡 鲜嫩入味 喜欢的赶紧做起来吧